当地时间3月25号晚 凯特王妃再次的惊艳了 她和威廉王子一起参加了 在巴哈马拿骚的军阅酒店举办的欢迎晚宴 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珠光裙 渐显雍容大气之美 现年40岁的凯特走下专车的瞬间 就令人眼前一亮 很有几分童话中公主的感觉 《每日邮报》评论称 瞬间看上去凯特颇有几分 遗故的摩纳哥王妃格雷斯·凯丽的魅力 凯特所穿的丸丽裙是英国婚纱设计师 菲利帕·莱普利的作品 这位设计师曾为女王的 唐妹亚历山德拉公主的孙女 弗洛拉·亚历山德拉·奥格尔韦设计过婚纱 也算是被英国王室青睐的时尚界人物了 而凯特这条裙子 的确能够凸显她原本的优势 就令很多女性羡慕的美人骨 淋淋静静静地展现了出来 同时也利用折皱来增加了几分风盈 毕竟凯特实在是太瘦了 此前凯特在亚买加亮相时 多次使用了从女王那里借来的珠宝 但在闪耀拿扫时 她所佩戴的珠宝却是属于她本人的 从珍珠某被的四叶草形状 便可以知道是凡克亚宝家的作品 很是经典 这套首饰选择的还真是恰到好处 和珠光面料的婉礼群相应成趣 更能凸显出未来英国王后的端装 同时又带着几分轻雅 不落素套 说起凡克亚宝 另一位英国王室女性成员卡米拉 可能更有发言权 这位现年74岁的康沃尔公爵夫人 对这个法国奢华珠宝品牌 真是钟爱有加 各种材质的四叶草 经常出现在她的身上 此外她还有一套令人羡慕的收藏 那就是凡克亚宝的幸运动物的胸针 来自上世纪50年代的 La Beautique系列 卡米拉已经展示出 其中的六个款式 刺猬 蜂鸟 兔子 毛头鹰 松鼠和梗犬 而她也曾在不同的场合佩戴过 而其他的如熊猫 狮子 乌龟等 外界认为她很有可能也拥有了 只不过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合佩戴 雄针还是很迷你的 但因为采用了珍珠 母背和彩色宝石 如青金石和告麻闹等 再加上凡克亚宝的名气加持 自然每个小东西的价格都是不菲 从4950英镑 约4.2万RMB 到6000英镑 约5万RMB不等 也许是为了凸显未来海岸的感觉 威廉王子也选择了蓝色系的晚礼服 深蓝色的天鹅绒外套 很能展现出她的英伦绅士风采 而从侧影看 凯特还真是够谦细的 就如同梯台上的那些纸片人模特 好在胳膊上看上去还算是贱美 当天威廉凯特之间的一个互动 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这对结婚快11年的夫妇 罕见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牵手了 这让粉丝们很是兴奋 画面是两个人离开了住处 准备登上专车时拍摄的 可能他们当时没有察觉到 已经有镜头在拍摄了 据起英伪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和丈夫菲利普亲王 从年轻时开始就很少牵手 因此威廉也养成了这种习惯 当然了也跟他更多地继承 其父亲查尔斯王储内敛的性格有关 而与哥哥不同的是 哈利王子自从遇到梅根·马克尔之后 就格外地喜欢秀恩爱 经常是在镜头前用肢体语言 来表达他们之间的甜蜜 只要是同框就必须要手牵着手 如此说来呢 虽然是亲兄弟 但对妻子表达爱意的方式 还真是各不相同呢 当然了 他只可能也和他们另外一半的性格有关 相比较来说 梅根的确是比凯特更愿意抛头露面 哈利王子自从2020年宣布辞去王室高级职务 与妻子梅根·马克尔离开王室打拼 奔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国定居发展之后呢 他的人生就似乎陷入了至暗时刻 本来设想之中的建立自己雄伟的商业帝国的美妙目标 并没有实现 相反是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挫折 一方面哈利与梅根在商业活动之中 屡屡遇到困难 与影视业巨头Netflix 奈飞公司的合作 各种的不顺利 在瑞典著名音乐服务平台 Spotify上开设的直播服务也频频遭冷遇 堪称是生意惨淡 二另外一方面呢 哈利与梅根在搬到美国定居之后呢 就彻底失去了英国王室成员的丰厚待遇 包括王室成员所享受的 公费支付个人安保费用的福利待遇 正因为哈利与梅根已经失去了王室成员 才能够享受的各种待遇 所以呢 哈利王子现在从美国返回英国 他是无法享受公费支付个人安保费用的福利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 哈利又遇到了一件让他无法解决的难事 哈利本来是想带自己的儿子 二妻与女儿莉莉白回英国的 参加他的亲祖父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的追悼纪念仪式的 但是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公费支付自己一家人 在英国期间的个人安保费用的申请 却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理由很简单 那就是已经离开王室 不再是王室成员的哈利 已经失去了享受公费支付个人安保费用的福利 这样问题就来了 哈利王子并不愿意自己掏腰包 支付自己一家人在英国期间的个人安保费用 因为那将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支出 所以哈利王子做出了一个自私的决定 他公开宣布将不返回英国 参加自己亲祖父菲利普亲王的追悼纪念仪式 哈利为了节省安保费用 而不返回英国 参加自己亲祖父的追悼纪念仪式的自私决定 遭人诟病 因为他竟然如此的不顾亲情 由此被打上自私和无理的烙印 据英媒《每日新报》3月2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 哈利王子的妻子梅根·马克尔的姐姐 萨曼莎·马克尔对哈利王子决定不回英国 参加他亲祖父菲利普亲王纪念追悼仪式的事情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萨曼莎·马克尔声称 他的姐夫哈利王子没有返回英国 参加他已故的祖父菲利普亲王的追悼纪念仪式 这是对菲利普亲王的极度的不尊重 哈利的这种行为不顾亲情 十分的自私自利 萨曼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家中 接受《每日新报》独家采访时说 我认为底线自然是 他应该尊重自己的亲祖父 他把在英国期间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大问题 似乎是某种借口 因为整个王室都在参加 难道别的王室成员就没有安全问题吗 全世界都看到剑桥公爵威廉王子 和公爵夫人凯特王妃及其子女 过着如此高调的生活 但却与正常人相似 他们并不总是乘坐私人飞机和专用车辆 而在王室执勤时 他们为何没有安全问题呢 哈利和梅根辞去了皇室职责 希望走上红地毯成为美国人 因此他们似乎没有资格享受皇室职责 带来的相同福利 公费支付个人安保费用 这是正确的 也是合乎礼仪的 萨曼莎补充说 他们对王室成员提出的种种指控 王室遭到了哈利和梅根的可怕攻击 哈利在逃避王室职责之后 转身要求公费保障私人安全 这是完全不合适的 更不用说 菲利普亲王是他的亲祖父 并且哈利也曾经是军人 菲利普亲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也是军人 因此这不仅是为了纪念他的祖父 也是为了纪念一位以伟大福物而闻名的军人 哈利缺席这个纪念追悼仪式 只是非常的不敬与无礼的 他接着说 把安保费用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 放在明显的道德 亲情和对王室尊重之前 这是没有意义的 令人悲伤 义军对此事的看法是 所谓亲情无价 任何金钱也无法衡量亲情的价格 所以哈利王子再得不到公费支付 在英国的个人安保费用 为了节省这笔安保费用的开支 而干脆不回英国 参加自己祖父的追悼纪念仪式是一种不妥当的行为 义军相信多年之后 哈利王子肯定会为此事而懊悔不已 后悔自己当初为何会为了节省那几个钱的安保费用 而失去了与自己亲祖父的最后告别的机会 但是到了后悔的那一天 后悔呢 显然也是于事无补了